陈道明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演了大半辈子的戏 最后竟然被自己的女婿给坑了 作为国家一级演员 陈道明出演过许许多多 经典的皇帝角色 几乎成了帝王专业户 只是让许多人不明白的是 陈道明为什么会演沙雕庆帝 其实早在《庆余年》作者 猫腻写小说时 他就曾表示 《庆帝》这个角色 是按照陈道明的形象设计的 12年前写《庆余年的时候》 我写《庆帝》这个角色 脑子里面想的就是陈道明老师 只不过这可难住了导演 要知道《庆余年》是网剧 能不能请得起是一回事 演过这么多剧本的陈道明老师 会自降咖位来拍网剧吗 然而猫腻却表示 如果不是陈道明来演庆帝 那这部剧不拍也罢 这可把导演吓坏了 于是也只能硬着头皮 去请陈道明 不出意外的 陈道明一听演皇帝 二话没说便拒绝了 再加上剧本还不够完善 陈道明当即便拒接了 回去后导演组二话没说 开始完善剧本 怎料依旧是没打动陈道明 导演不得已 只能找到陈道明女婿王立威 也是他们剧组的投资人 在王立威的转环之下 陈道明这才答应 重新了解一下庆帝的角色 而在听完导演的一番话之后 陈道明觉得 这个皇帝和自己之前 演得完全不一样 虽然庆帝表面 看起来是个闲散皇帝 但是背后却一直下着一盘大棋 不动声色间便可以掌控朝局 可谓是耍得一手好心机 事实证明猫腻的眼光没错 陈道明的演技也毋庸置疑 果真在他的演艺下 使得庆帝这一角色更加的饱满 只能说庆余年的剧本足够好 如果不好 他也不可能会出演 谁能想到 童梦时出演武竹 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 太爽了这个人物 太爽了 武力值这么高 没有人打得过 而且还蒙着眼这么帅 也不用化妆 只能说这个原因 真的是很真实 作为叶青梅的仆人 武竹平时沉默寡言 双眼上蒙着一块黑布 容貌清秀 似乎永远不会老去 武功更是深不可测 远在四大宗师之上 咱就是说 这么一个战斗技能满分的强者 试问 哪一个男孩能够拒绝呢 然而事实却是 武竹这个角色 在选角时 还真费了导演不少的功夫 明明庆余年这么大的IP 按理说 只要演技差不多 长得帅 还是很好找演员的 但是这却让导演犯了老大难 原因就是 要演武竹 就必须蒙上眼睛 因此 许多小鲜肉 在看到这个要求后 纷纷望而却步了 毕竟辛辛苦苦 拍完一部戏 最后观众却不知道 是谁演的 实在是太得不偿试了 眼看就要开机了 武竹的人选 还没确定下来 导演都已经打算 修改武竹盲人的人设了 怎料就在这时 童梦时找上了门来 可导演对于童梦时 却并不满意 嫌弃童梦时 太过瘦辱 怕撑不起武竹高手的形象 怎料 在童梦时时完尽之后 导演瞬间就被惊呆了 蒙上眼的他 不苟言笑的清冷气质 完全就是他想象中的武竹 黑色武服的加身 也显得他不那么的瘦弱 再加上早年有过 短跑运动员的经历 这让导演当即变决的 他完全可以胜任武竹 而结果也没让导演失望 童梦时饰演的武竹 冷酷犀利 完全符合原著设定的 机器人形象 虽然全程都蒙着眼 但是童梦时 也因为这一角色 收获了不少的粉丝 童梦时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 好的演员即便不用看脸 也可以完美地塑造角色 被导演当众嘲讽 演技差 肖战剧演《庆余年2》 究竟冤不冤 《庆余年》播出期间 网上晒出了一段 导演给肖战和对手女演员 讲戏的视频 原本导演给演员讲戏 这在片场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然而却被有心之人借题发挥 嘲讽肖战是资源咖 只有流量没有演技 拍戏还要导演手把手的交 此消息一出 一些肖战的黑粉 就各种吐槽肖战演技差 面谈 丑 全剧最差的 甚至还有网友直言 肖战凭一己之力 拉低了整部剧的质量等等 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庆余年 导演竟也点赞了这条微博 这不就是摆明了再说 肖战演技差吗 不过很快 导演就取消了点赞 还解释说是因为手滑 然而对于这个解释 网友们纷纷都不买账 其实 网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质疑 也是情理之中 毕竟庆余年的爆火 除了剧本的优秀之外 演员的演技 几乎都是全员在线 而肖战本身就非科班出身 演技相比其他实力派 自然是有所差距 但客观的来讲 肖战饰演的颜冰云 真的有黑粉说的那么差吗 虽然算不上极好的 但是也并没有 让人有出戏的感觉 如今 庆余年二演员已经禁组 重要演员都没换角色 却唯独不见肖战的定装海报 按理说以肖战如今的咖位来说 出演庆余年配角 的确是有些字降咖位了 但反过来想想 庆余年有大的IP大的平台 肖战有足够的热度和流量 两者结合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不过从如今的情况来看 肖战已经退出了拍摄 我想 大概率和导演曾经的手滑脱不了干系 毕竟就算肖战不记仇 肖战的公司也会想为自己的艺人 讨回一点公道吧